那要怎麼知道河川的水質狀況呢 我們有一個新法寶 網紅靈異走訪畜牧糞尿資源化的 黃柯祥畜牧場分享知識 邀請民眾上粉絲頁參與活動抽獎拿好康 同時了解如何從日常生活中參與河川保護 環保署為了響應世界河川日 辦理系列活動展示濃目媒合成果 為了讓薰熟隊與時俱進 那我們最近推出了樹脂縮食的一個材料 那另外還有手持式的水質感測器 讓這個巡守隊來使用 那在使用之前我們做教導的工作 期待讓巡守隊從1.0變成2.0 對於水質保護的工作 由政府跟全民一起來共同參與 那另外在這個河川的水質保護 我們更重視的是木泉畜牧糞尿 進入河川造成的污染 那所以我們推動早逸早紮 肥份回歸農田的活動 那期待這一些活動回到這個農田之後 能夠取代化學回料讓農作物更好 那因為我們就是要響應世界河川日 所以我們就製作了兩支影片 想要邀請大家就是9月26號之後呢 這個影片上線之後 在美麗台灣愛水就是我的粉絲團上面呢 就會播出 那就歡迎大家一起來進行有獎爭達 近年來台灣的在地河川巡守隊 也透過新興且減便的工具 如樹枝縮石膠囊 加上手持感測器來檢測水質 462隊總計13125位成員 默默守護水環境 環保署期盼透過河川日活動 邀請更多民眾重視河川清潔 一同守護水環境 記者温宇君台北報導 超級防洁